美媒揭秘许其量,所有被捕高级将领,都经他建议,习近平的亲信许其量,中国权力最大的将军,2018年6月28日,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北京八一大楼,与中国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许其量会谈,这是四年来美国国防部长首次访经,上星期跟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访问中国大陆的华盛顿自由灯塔,自身编辑比尔哥词,7月2日在其网站上,发表长篇文章重点琢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许其量文章说,许其量是习近平巩固其个人权力努力的主要推手,自从2012年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获得了超过毛泽东以来, 历任领导人的集权在秘密的中共体系里,许其量过去七年来成为习近平控制军方,整治军队的操刀手。 2013年3月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后,许其量被指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量,多年前在福建跟习近平的交情,使他们成为铁杆。 文章说数年前习近平和许其量曾秘密准备进行全国的反腐败运动,以此强化权力。 除掉潜在的对手在随后的清洗中,至少60名将军和数十名低级军官被捕或被免职,其中最敏感的高级将领。 由许其量亲自处理,首先了解清楚在军队高层中谁会支持对高层将领的逮捕,更重要的是谁会反对报道指出许其量和习近平据称关系密切。 就像一家人一样,两人在习近平2012年大权在握之前,曾经共事多年报道,引述一位中国事务专家的话说许,其量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此前所有高级将领的逮捕,都是经他建议的。 军中被打掉的两个大老虎,是前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以及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这次清洗中,还有多达13000多名军人被处罚,到2017年10月举行党代会的时候,据信有80%军队代表是首次参加会议。 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在北京的底力奋进的五年大行成就展礼,展示了被查处的腐败高官的照片,还说这排除了政治隐患,其中有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正才和令计划,2017年9月28日报道说习许联盟对军队内部的清洗巩固了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力和威望。 但有分析指,军队内部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方面分歧越来越大,也有人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努力感到忧虑,这可能会引发潜在的政治影响。 报道指出目前雪上加霜的,是中国退伍军人的政治动荡,愈演愈烈过去一年来,数以千计的退伍军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要求,提高他们的退休待遇,并且停止政府对抗议者的强硬对待报道。 说6月24日,江苏省警方派出数百名安全部队区散镇江的声,原老兵抗议集会,据信有关当局,现在各地关押了大约1万名退伍军人,以防止动乱蔓延到北京报道。 还说许其量利用解放军庞大的情报机构,找出可能被视为危及习近平统治的军方高官。